大家好 我是DJ阿州影片见面了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如何从厦门的五通码头 坐船到金门的水头码头 那今天呢 我们坐出租车抵达厦门的五通码头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先这样影片中这个大厅稍微休息一下 等到船务公司开始售船票的时候再过去 还没开始售船票之前 他们工作人员不会把电灯开着 那当可以买票的时候就如同照片这样之后 我们就先登记个人的一个健康码先登录之后呢 因为等会买票的时候 那他要看你有没有登录健康码才会跟你做一个售票工作 那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呢 要回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台湾有金香团 金香团一般很多 他们以金香的名誉到大陆旅游 那之后呢 等他们办完我才能办手续 办完之后呢 我们就坐首屋梯上到二楼 那因为这边的保安人员啊 不准你拍摄影片 所以说有部分的影片我都没有拍摄 上到二楼之后呢 我们就沿着走到过去到开始要出境的手续 那里面如果你不熟悉 反正就跟着人潮走 里面的海关工作人员 你不懂的 他们都很亲切的 会指引你如何办理 办完所有的通完手续走出来 首先会看到免税店 那在免税店的正前方有座位区可以略坐休息 等着船班可以上船的时候再进去 那在这个座位区的旁边呢 休息区旁边这个有免费的充电插座 如果你的产品正好没电 可以在那边充充电 在免税店的旁边呢 有一个通道走过去呢 这边有它的这边的厕所 厕所是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干净 而且没什么异味 上起来是感觉还不错的一种感觉 跟想象的不大一样 那同时呢 这边也有饮水机可以提供你 装的开水啊 还有温开水等等 那我们当可以搭船的时候 我们就排队一续 到最后一道关卡 过去之后就可以准备上船 当船只行驶在海面上呢 我们虚虚的离开了厦门 那船大概跑二十几分钟之后 我们就会抵达了金门的 我们金门的水头码头 那之后就跟着动线 就慢慢的准备在台湾这边通报入境的手续 入境时呢 切记一些不该带的东西千万不要带 我们这边的米格尔鲁狗狗一定会闻得到你携带的伪径品 如同肉类制品啊 肉肝啊 还有动物性的制造出来的 如同鹿龙啊 这些千万不要带 而且还有一些规定就是不可以带操量的 你有操量要走红线的通报 通关出来 那走出这个水头码头之后 在外头一定有出租车 也所谓的计程车等着你 要载你 一般我们从这边坐到上一机场 行情价是300元 如果你有熟悉的出租车 计程车司机呢 你电话联系 他也会在这边载你到上一机场 他们会给你一些优惠的折扣 一般我们从水头码头坐出租车 计程车 来到了金门的上一机场 这边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看的这个位置 大概在7号出租车8号出租的这边 会下车之后往前面走 会有个B 其实呢 在我后方那个大客车 大客车下车处那边是有一个A的入口 那是团体的 那我们基本上来讲 都是如果自己自由行的话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B的出口进去 从B的出口 出入口进去的话 大概就是在右前方会看到利隆航空 那左前方呢 就是滑信航空 在这里面会表示的很清楚 右手边是利隆航空 左边呢 是滑信航空 大概就是这两个航空柜台 那一般我们大概提早一个小时到就好了 之后呢 这边办好 登机牌之后 就到他拖运的地方拖运 拖完运之后 就往指标的方向走 大概是在这个机场中间的部分 有一个 就是登机的一个路口 首先进去 他会先检查你的身份证 还有登机牌之后进去 那你随身的行李 还要过一个Chief the Esquad 在这边走到的尽头 那个就是各位 来到金门出境的一个出入口 那在旁边有一家便利商店 很多人会到那边就是买点吃的喝饮料 整个机场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肚子饿的话 在乔安 乔安在这边有设立一个柜台 通知在机场呢 如果说你没有电的话 手机都没有电 有两个地方 可以建议你可以过来 第一个是在乔安牧场 他那个 他的餐 石工站旁边 这边 正前方 这边会有一些 可以让你充电的 而且有高脚鱼 可以让你在那边坐 另外一个地方在哪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正前方 走过来 我现在的位置的正前方 那边有沙发 可以看着落地景 看着飞机起降 不过那边的缺点就是 有时候太阳会晒的 会很热 去年八月份我在这边当地陪的时候 在当导游地陪的时候 确实常常就是在那边充电 送走一批客人 马上又结另外一批客人 在这边呢 你也可以来这边 金门形象馆这边 你可以玩这边有亲子活动的东西 就类似大富翁 那种甩子转的 那从这边走到底 那边就是这个方向的厕所 男生在右边 女生在左边 这边也有一个亲子的厕所 还有一个无障碍的厕所 那同时呢 在这边会有饮水机 提供饮水机 那当然自动放拌机一定会有 这是我们的机场 金门机场规划的 还不错的地方 这边有热开水 99度 那另外这边有开饮机 这开饮机在使用的时候 先按热水的话 先按这个解锁之后 再按热水它不会下来 如果你一直按热水它不会下来 这个键就是解锁键 大致上是这样 这热水机也有冰的 有冰的 夏天的时候是蛮适合的 以上是大概就是 我帮各位介绍 我在金门上一机场 要准备搭飞机回台湾的 一个半手续的一个过程 还有这个机场的设施 跟各位介绍 我排队要准备拖运我的行李 那在金门这边呢 拖运是提早一个小时 就是你搬机 要起飞的前一个小时 才可以办理拖运 他们这边拖运的话 以十公斤 随身行李是七公斤 照片中是 行李操纵的一个收费标准 那办好手续之后 我们就沿着里面的指标 准备过安检 准备去到底下的候机室 准备去往楼下走 上面坐手续抵到 底下的一楼的时候 那右手边呢 这边有旅客咨询的金房 这金房是属于 升恩仓系列的一个免税店 那在前面有男女的卫生间 就是所谓的厕所 走到底那边也是有厕所 那我现在逛一下 我们在金房 这个金房呢 是升恩仓体系的 他们就是卖一些化妆品 还有一些简单的包包 还有烟酒 这边也有卖金门的土特产 也是每个小店 吃饭费 这边也有卖金门 其实是在厕所 那边还有一间酒店 就是饭店 底下那边也有一个 摄影厂的一个免税 有一些简易的 他实际上呢 會跟那個,我們在桃園的機場差很多 OK,一般往台南的 幾乎都是在第六 第六登機滿 走著走著,走到第六登機 等一下就從這邊做登機 影片就先暫且拍在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您按讚 開啟小鈴鐺以及訂閱 我們後會有期